長江特派員帶你來追隨校園白骨案的真相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校園白骨案 它的現場就是這一棟行政大樓的四樓 那麼它的屋頂要怎麼上去 可以看到現場這個廁所 是已經被用這個黃色的封鎖線封鎖起來 其實我們並不能上去到屋頂的 那麼上午警方在這邊採證的時候 可以看到他們是用這個鋁梯架在這邊 那麼要一個一個這樣子爬上去 還要再經過設置的那個鋁梯 再爬到這個屋頂才能夠進到這個現場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天井是十分的狹小 只有一個人可以容納的進去 而且警方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上去是十分危險不但很滑 而且因為狹窄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會摔下去 所以我們目前沒有辦法上去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警方在現場採證的這些照片 來看到他所發現的這個低現場的一個情況 上去其實就可以看到 他是在鋪設這個太陽能板的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屋頂是斜斜的 那麼另外還有就是這個 上去這個天井就像這樣子 真的是看起來非常的小 一旁還有這個警方採證的一些工具 那麼另外這個就是很關鍵的一個地方 我們斜斜的看好了 這個是他被發現這個骨骸的一個地方 上面有這個被鋪設一些覆蓋一些棉被 疑似是有人預蓋彌彈 所以把這個棉被把它放在裡面 那麼是有工人在這邊清理這個水溝裡面積水的時候 把它丟出來丟到樓下 才發現說原來有這些白骨的骨骸 那麼另外可以看到這個疑似是這個死者 他生前的一些衣物 有帽子還有像是疑似是軍人的軍用背心像這些衣物 那麼為什麼會說這個白骨的主人 很可能是10年前失蹤的這一名侯姓校公 因為他在這邊任職的時候 就只有知道說現場是用那個天井可以上得去的 那我們現在在2樓可以看到這個綠色的鐵皮屋 有之前畢業的校友就說 這個鐵皮屋裡面住的就是之前失蹤的侯姓校公 那麼警方現在是根據他失蹤的時間點 還有地緣性來判斷 白骨的主人應該就是10年前失蹤的侯姓校公 那麼可以看到他的宿舍房間 現在是已經被鎖起來完全不能進去 裡面恐怕也堆滿了一些雜物 那麼他的哥哥就說弟弟失蹤之後 他發現他生前所準備的一些揭發弊案的文件 在裡面都不翼而飛都被偷走了 其實這樣就很奇怪 因為校公失蹤了 那麼又發現他的接壁的文件不見了 後來又有發現這個死者的骨骸在屋頂上面 有沒有可能就是這一名校公他生前要接壁 結果被人殺害在屋頂棄屍呢 現在警方都還要調查理清 但是他接壁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操場的部分呢 有這個看起來還蠻新穎的PU跑道 非常的色彩繽紛 還有遊樂器材 那麼這名校公呢 他生前呢就是認為說呢 這個這邊曾經任職的一名校長呢 他在鋪設這些PU跑道 還有遊樂器材的時候呢 有圖利不法的一個情勢 因此他來接壁檢舉這名校長 不過我們問到這名校長 他是說呢 其實在檢警調查之後呢 這起案件呢就已經了結 他沒有完全沒有圖利不法的事情 但是目前警方都還要調查 釐清進一步釐清整個案情的經過 但是也有網友就質疑說 為什麼這個白骨在這個屋頂上面 十年了竟然都沒有發現 就算是三年前有人在上面鋪設太陽能板 為什麼也都沒有工人發現呢 其實我們知道這四周呢 都有很多的餘溫 那麼這邊的校友就說呢 其實平時在上課的時候 就會聞到很多餘溫的餘腥味 因此很難會察覺到 這個白骨在上面可能有發酵 或是腐壞的一個情況 那麼到底這起白骨的命案 還有他有沒有可能遇害 目前警方都還在進一步的追查當中